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,时代力量新北市议员参选人陈志明、彭胜韶、唐圣洁、张又荃、曾柏于今天拿注视证一提邀请函,希望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对于议员配合款、高房价问题、劳动检查等进行座谈。 今天上午前往侯友宜公开行程的永和区大臣新村赌人时代力量认为,公开讨论政策如果只是跟同党议员取暖,这样不能达到沟通效果。 对于侯友宜提出政见有许多不同看法,应该要公开方式谈论,不只有侯友宜也希望民进党新北市长苏贞昌都要一起。 不过,侯友宜却从街道的另一堆下车,让时代力量措手不及,没有能够当面将邀请函交给侯,但是他们仍不放弃地拿起麦克风高喊希望能够举行市政论坛,却遭到对方回枪盖接运,翻身傲,镜头拍到了,索性双方没有爆发冲突。